你們跟他呢 你們都沒人知道啊 都沒人知道 班長去通報修務處少了兩個人 真的啊 因為你們都不知道他們 有人在哪裡啊 很瘦啊 很瘦啦 好這首先看一下 沒有的話就直接通報修務處 就說少了兩個人 好 所以你們剛剛什麼叫班回來 為什麼 我的客人一定要回來 對 好 你手上那一支可以拿下來 好 這個 直接拿上 我們那個飲料杯喔 你們有時候會可以買大杯 中杯 小杯 那那個 大杯 小杯 中杯 呃 這樣 這樣 大杯的時候 大杯的時候 容量比較多 容量比較多 中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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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如果你那個是比較大杯 比較小杯的 越大這個地方會越怎樣 大 可以大嗎 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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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他們是哪裡不一樣 高低 對啊 高低而已嗎 下面這裡也一樣大嗎 對 一樣 一樣 他太大了 所以 好 他封口機 他在封的時候 他是 配合他的大口去弄的對不對 所以他配合跟他一樣 跟他一樣大的圓去封他嘛 對不對 然後他是用 你知道他那個封口機 他講那個封口機有多大 他會怎麼講他那個情緒 你知道嗎 他會從哪裡講 有時候會 沒有這麼小的 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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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們飲料杯也沒有那麼大 大概不是這樣 對不對 他是從哪裡講 他們如果要封用的時候 他們會從哪裡講 他們是在講 這個 可以嗎 講的一定是這一個 這個是最智能力 我講這個有有多大 我們講的是直徑有多長 那個在我們講 我們講的是口徑 我們講的是口徑 然後如果 我們說一個圓 我們把一個圓 你說他一個圓 鑽一圈 角度主公司上的意思 夠夠 見了 我們還可以有一個換口 我們還可以有一個換 就是 教聚士 都是教聚的功臣 來 先連幫個忙 我的客戶都要回來 可以 好 要把角度画出来的感觉 是这样画应该是什么画呢 我要画出360度的感觉 我应该怎么画比较好 你觉得 放进绕圈 我要画出那种角度的感觉 我应该是这样画出来 到这边角度就越大 到这边角度越来越大 然后我就说 如果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走动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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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再看看说 这样大概是 有几个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一个圆 360度是这样看的 这样画比较有意思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画一个圆吗 情绕了 我的所謂用工具都不能用原規畫 比如說去找學或是哪 要找找找 要找找 你不是說對我來講 我的工具就是這樣 我馬上畫完就是一個原 懂嗎 我繼續畫 我就可以畫出一個原 請你使用任何一個工具 畫出一個原出來 去感覺一下什麼叫做360度 不用原規 隨便你拿任何工具 但是不可以拿遠直接畫一個原 隨便你 但是你不可以直接用那個原畫一個原 請你利用隨便你要用 比如說這是一支筆 你可以兩個人互相協助了好不好 這個可以嗎 可以任何一個東西都可以 也就是說 請你選擇任何一個工具來當半鍵 然後畫一個人出來 拿任何一個工具當半鍵 因為呢 你如果拿整支筆的話太長了 因為你的筆記本小小的 所以你必須要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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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什麼畫的 你要你要 你們可以不相幫忙 好不好 可是如果拿這個工具畫 如果拿這個工具畫 欸我要畫之前 我要先做一些事情 先說好我要從哪裡來畫 不是這樣 對不對 我要從哪個地方旋轉 然後再來呢 你打算要用哪一個長度來畫 對不對 你要用這個長度呢 還是這個長度呢 還是這個長度 先先先決定好 假設我要用這個長度 好 然後 圓心壓住 再來呢 我要用這個長度 對不對 開始 不是很好畫 這樣子 所以我說也許你們需要兩個 的習慣嗎 這個我有讓 八年級的畫畫得很久 看你不會畫得很久 好 不過我給他們 是比較大 上面 那你明天會有一個 比較 比較好 你呢 你呢 然後 還有一會兒 馬上 你能夠 不用 就好了 就好了 馬上 就好了 就好了 就是 你呢 要走 就好了 但是 然後直接弄著就畫一畫 老師說你這一個很好畫你知道嗎 因為你這一個 你這個工具非常用耶 好給他們看一下 他這個工具 他這個工具也很好用耶 他這個工具很好用耶 你知道這個工具好在哪裡你知道嗎 可以轉 可以轉 不需要他也可以轉 他只能轉爆 大爆 動你第二個地方 第三要 你知道嗎 不如喔 因為怎樣 因為他有動 動 因為他有動 對 他有動 所以超好用 所以 你的也是有動耶 所以 所以 你只要 太粗 好 但是你要先找他 試看 我上去看 你會不會想我哭 在那邊 我不上去看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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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段很大 就是第一個畫 第一個畫出來的 是 más 這個介紹 好 再講一次 你好像還是不會畫的 怎麼會這麼難 沒有動也沒關係 你说我拿这一个 不然你喝都可以啦 你说我拿这一个 我拿这一个 我以我以这个的长度 我以这个的长度 我就以这个的长度 你要到哪里都可以啦 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额 磕度磕的地方 然后就开始往 那个磕的地方 可以倒掉 可以倒掉 这样 然后慢慢画 慢慢画把那个眼画出来 不好画 那至少眼画出来 真的不好画 但是老实说 这个还是真正 在画眼的 或是像是这样 你这样先比啦 因为木头啦 木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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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色方形变成圆形 太厉害了 对 对 嗯 让你们感觉一下 什么是360度的感觉 然后让你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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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六十度 是这样画出来的 三百六十度 是 你还没画呢 画 一个圆 一个圆 要画一个圆 慢慢来来 最后 ρχ 我们最 熟悉的就是 就是一个圆 一个圆 一个圆 360度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 同学 我要我要我要看 同学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我要看这一个角度有 几度 我可以从哪里看 同 对 来好好的 听清楚 我要说我要跟人家讲说 这个角度有多大 最自然的是你会 说啊我就去量量看这边有几度 可是事实上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 这里有几度 所以这里有几度 跟这里有几度是 同一件事情 来把这个记录一下 来把这个记录一下 哎 请问一下这里几度啊 你觉得 这里大概几度 你知道吗 我在画的时候 我在画的时候 是像在画圆 一样在画呢 90 以上 然后把这地方当圆形 90 以上 讲得非常好 好 跟90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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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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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有机会 120 有机会 但是不到120 因为这个地方 应该不到30度 30度有多大 这么大 等下 看这里看这里 30度这么大 比一下 好 不到30度哦 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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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超过90度 这个的角度 大概是 110 110 100 110 110 100 110 110好了 这个110 我们就说这个也多少 100 100 这个 A B C 脚 哎 这个脚怎么讲呢 这个脚怎么讲 人心脚 符号怎么讲 蛤 这个脚的符号怎么讲 A C B B C 脚ACB 等于多少 HUAB 跟HUAB 都是几度 一把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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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把这个写一下 我们看度数 我可以从 我可以从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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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等一下要留下来画给你们 好哦 你用原本画 对 对 不用补啦 不用补啦 就是都用 不用补啦 就是都用 对 随便补啦 好 好 好 动 帮你按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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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是 动 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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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不容易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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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畫外表沒有關係 你要馬上畫出來 你像搞我的話 你像吧 太出來 只是很蠢而已 就是這樣畫 蠢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從湖場來看角度 湖場如果一整個圓幾度 一整個圓360度 一整個圓360度 然後我剛好跟你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他才注意一點喔 這一個圓有多大我們 其實我們習慣看的是 一般我們在跟人家溝通事實上是在講口徑 可是我們在講半徑 真的我是很認真在跟你們講 以後在做事跟人家在溝通的時候 我說我要買頭大的杯子 我們講的是口徑 講的是直徑 直接不是半徑 半徑好在哪裡 半徑好在我們很容易把那個圓畫 所以我們使用如果真的要畫圓 事實上是用半徑去畫 可是我們在跟人家溝通的時候 事實上講 這個圓有多讓我們講的是口徑 不是半徑 真的 好 再來 那這一個圓 這個圓到底有多長 我們是用這一個來量 所以我們可以量出多少來 整個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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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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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圓到底有多長 我們會用什麼來量 我們會用這個來量 我們會用這個來量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來量量看 可以量幾次 對不對 這一個圓 可以用這個來量量看 我可以量幾次 這一個可以量幾次呢 公學這個量出來是什麼 這一個圓 可以用這樣的長度量幾次 黃色的財胎 可以量這麼多次 這個是什麼東西 紫菌啊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紫菌 這是什麼東西 紫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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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圓周長 我們那個圓周長 用直徑去量量出來 就叫做拍 我們有做過實驗 大概可以量3.14 可以量超過三次 量三次 然後再一點點 我是不是黃色彩排的 桌場不是直徑成一排 桌場是直徑成一排 對 對 你說黃 沒有直徑啊 喔 我的意思是怎樣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代表圓周長 然後用這一條直徑去量這個圓周長 可以量3.14 可以嗎 所以圓周長跟直徑可以量出3.14 需要嗎 每個人都要寫喔 每個人都要寫 拍寫好 拍就是3.14多 3.14 不是11 14 好 其實我們喜歡 我們平常在跟人家溝通是用直徑再溝通 可是呢 我們正正在畫圖的時候 正正要把它畫出來要刻刻什麼 半半徑來畫 所以注意看喔 我們用半徑來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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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來自己寫這個量出版是什麼 自己寫 注意喔 我們加紅 看這邊喔 來 我們呢 如果用直徑去量圓周長 你可以量出拍對不對 對 可以量出3次再多一點點對不對 對 那我們講過了嘛 我們喜歡用半徑去畫圓嘛 對不對 用直徑不好畫 我還是要把它變半 我再去畫圓 然後好畫 所以我們就覺得是不會畫一樣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問你啊 我們喜歡用半徑畫 所以這一個的長度 如果我除以我用半徑去量 那量出來的答案是這個 二拍 自己寫 每一個人都自己寫 量出來會多少 這一個量出來是拍 那這個量出來會是什麼 同樣都是那個圓 一個用直徑量 直徑量量出拍 那半徑去量呢 想一下 慢慢來 想一下 把這個想清楚 大膽一點 裡面不錯 大膽一點喔 不是 不可能 不可能 有一點倒極 他應該是會嚕嚕嚕多少吧 欸 因為 欸 發精時間兩倍 同樣這個長度啊 這一個比較長欸 啊他可以量出來 這個比較長的量出來 可以量出 開 開 那種 這個呢 這一個呢 是卡的一半而已呢 對 可以量出更多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量出更多 這個只是他的一半而已 如果 如果 來注意聽喔 注意聽 你三個十個在說話喔 這樣就對了喔 來 我哪用這 注意看 我用這一個去量這一個如果可以量三次 我用這一個去量這一個如果可以量三次 我用這一個一半去量 我用這一個一半去量 只拿一半而已 剛剛的每一次是不是會變成被我量兩次 剛剛的每一次每一次都這麼長嗎 我用我用這一條去量 他 用這一種去量 我能量三次 啊 如果我拿一半去量呢 每次這一種我都會量 兩次 不是嗎 啊 我這邊 來 這樣子 我用我用這一條去量 我用這一條 我用這一條去量 假設他可以打彎啊 這個可以打彎 一次 兩次 三次 假設剛剛好 當然不是剛剛好 他是3.14次 好 用這一個剛好可以量 如果可以剛好量三次 我如果只有拿一半去量呢 六 對啊 我如果只拿一半去量 那我就會 一次 兩次 對不對 然後呢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了解嗎 所以會怎樣 兩倍 對 會兩倍 所以這個現在要怎麼寫 好 也就是醫美寫得更清楚 他會等多少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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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 把它寫好 所以 圓周長 如果用半進去量 可以量超過六次 一次 九次 五次 九次 六次 八次 八次 九次 用拌勻,可以擦拭一次 然後 注意喔 全心 我用這個半徑 我用這個半徑 我用這個半徑去畫的時候 我用這個長度去畫的時候 我用這個長度 我用這個長度去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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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一條如果把它換成一條繩子 我拿去量 可以量幾次 繞二拍次 我可以繞二拍次 可以量超過六次 我如果用這個的長度畫出來的圓 我用這一條想說它是可以打彎的 去量的 你會發現你可以量一如吃這一鍋 也就是所謂的二拍次 二拍次 用拌勁去量的時候 用拌勁去量的時候 這一個的長度叫做二拍 用拌勁去量 先把這個寫一下 以用圓規畫一圓 這一條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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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拌勁去量的時候 可以量出 以拌勁 以拌勁來量 先把這個記錄一下 以拌勁來量 我可以量二拍 用圓規畫 用圓規畫 沒有了到前面 我前面這邊用 以後請你記得自己戴一下 然後麻煩你們那個鉛筆插子要記得戴 因為我們會有需要畫圓的色 用拌勁去量 我可以量二拍次 用拌勁去量一下 三拍子 浮沙 融合 所以 如果 这里有一个120度的角 整个圆被量出来 整个圆被量出来 一个圆可以被量出二拍 用半径去量可以量出二拍 对 一整个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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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用半径 如果我用半径去量 可以量出二拍这么多 那我现在保你的是 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圆 如果我只不过 如果只有120度 那这个量起来 我一样用半径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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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量出来到底是什么 来先自己写 试看看 我整个圆 我整个圆 用半径去量 配量出二胎 那如果我没有拿整个圆 我们拿120度而已 这一个量出来 用半径去量 可以量出多长 先想一想 只量这一段 这一个是量全部 半径 用半径去量 可以量出二胎 如果整个圆都量 但是如果我现在只量120度 量出来的答案是多少 纸量是多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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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度 120度 一次 两次 三次 是不是刚好就是一个完整的圆 所以这里的答案是什么 整个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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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二胎这么多 对不对 三百六十分之120 乘以三百六十分之一百二十 所以答案等于多少 二分之三分之二胎 这个我们把它约分一下 是不是两个圆 三分之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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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三分之二胎 用半进去量 可以量出三分之二胎 120度 120度 这一条可以 会被量出三分之二胎 四分之二胎 如果 65度 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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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样用半径去凉它 我想要知道这个凉出来有多什么 这个地方是没有实力 来 先看看 你认真的时候的笔迹跟不认真的时候笔迹差有多多 所以我从你下笔我给你看到去我还你真不认真的 好 上法就起来 欸 那个城堡困不省略啊 不行啦 那个如果如果是 如果是X 跟2 中间那个Sigma 可以省的 可以省的 要省的 不能省的 不能省 你省的就会很奇怪 好 很好 五零七二耶 来 帮我们弄下来 刚好 刚起来 欸 同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阶段 好 好 你知道我们这样算什么好吗 欸 我在算什么东西啊 我在算服务场喔 对不对 只不过这个服务场很特别 我们是用什么在量它 我们用半径在量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六十九 我会讲的 没关系 我真的想要这些事很不错 安哥 你要算哪个 欸 你笔记本 太早 欸 你有笔记本了 请不要用自己制造的方式 你用一本笔记本 好不好 欸 这个要怎么算 整个圆有多长 用放进去量 可以量出这么多 对不对 可是它 可是它 只要量多长而已 只要量 多少而已 六十度而已 所以是乘以三百六十分之 六十 所以约分之后会剩多少呢 六分之一 六分之二拍 再把它约分一下 就会变成 三分之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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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们会把一拍 所以我们会写到三分之拍结束 可以吗 我这节课的重点是 我们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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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讲度数的时候 可以透过谁来看 半肌 等一下 直肌 我们在讲度数的时候 来 我们在讲一个角度有多大 我们可以透过浮长来看 那浮长 浮长 浮长 我们可以透过半肌 半肌哪一两来看到 来 我们重点注意看 三百六十度 欸 角度 算什么 呃 浮长 嗯 角度如果360度的时候 灭vi长有多长 三百六 106 这个五长我们用 我们用半径哪一两分 用半径哪一两分 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你讲错啦 是我写错啦 这要哦 你这整个很厉害哦 胡哦 来 同学 胡 我们看的那个胡到底几度 我们看的那个胡到底几度 胡到底几度 我们可以有两个看法 原心条 可以从 可以从 三百六十度去看 看他几度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从哪里看 你知道吗 也可以用半径去看到 也可以从半径去量 看到 他可以量出 这么多次 来说他有三百六十度 如果一百二十度 你用半径去量 量出来是多少而已 你刚刚没有算过 多少 三分之二拍 三分之二拍 一个苦 到底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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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用我们最习惯的 度度量 度 度量 度 度 量 这个是用什么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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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径 半径 不然你就写静静量 半径量 来把这个写到 把这个写到 虎到底几度 虎到底几度 我们可以从两个地方看到 一个是度度量 一个是半径去量他 都可以来讲那个虎有几度喔 都可以来讲那个虎 那个虎有几度 可以用度度量 也可以用半径量 他们两个是相同的意思 只不过表达方式不一样 表达方式不一样 这个是高中的东西 啊 最多是东西 刚好吗 你马上给我算90度 度度量是90度 那哪 净净量是什么 那哪位 来 所有同学算90度的 写好之后算90度的再去下面 90度 再去上 360度的 360度 那如果90度的呢 那是90度的 算了多少 半径去 买多少 刚刚还没说 全部都没有什么 90度的 你说 还刚好 还刚好出来了 排啊 90度 90度 第二半了 第二半了 哪个 哪个 还不是凳度 二 蛤 还刚好 二拍成第四分之一 四分之什么 四分之一才二拍 所以四分之二拍 所以四分之二拍 所以是二分之拍 所以是二分之拍 他在五拍上说你们都不瘦 你说跟他讲跟他 我跟你讲我都瘦了 什么是 二拍怎么样 四分之一 成名 三百六十分之 九十 这个约分之后就是你所谓的四分之一 所以是四分之什么 四分之二拍约分就变成什么 二分之拍 好 先这样 不能拿一些 沒有 真是别 蛛 凤迟 五歩 就跟 modèle 她在双一盒 真的 adesso 我 再杀 你好 客 阅獨 阅獨